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 专家建议延长土地租约 支持中小企业 并提供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援助 以重振经济信心 同时基础设施维护也被视为重中之重 这将有助于未来的经济稳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面对长期的市场低迷 开发商们不得不以亏损的价格出售公寓以清理库存 尽管房价自2021年以来已下降27% 但主要开发商依然保持财务稳定 市场专家预测 随着政策改变 市场有望回暖 最后 我们关注奢侈品牌在中国灰色市场的挑战 DWU应用程序的兴起 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高端商品 吸引了大量用户 这一现象引发了品牌形象和收入的担忧 但也反映出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在上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指出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增长放缓和结构调整的挑战 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压力的影响下 为应对这些问题 北京在国庆节前夕 宣布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包括向股市注入流动性和增加政府债务发行 以帮助低收入家庭和支持房地产市场 专家建议 政府应考虑将土地租赁期从70年延长至99年 以提升房地产价值 鼓励消费并恢复公众信心 此外 政府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确保其财产权得到保障 进而促进就业 特别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 最后 政府还应关注基础设施的维护 而非仅仅追求新的投资 这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香港房地产公司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以亏损的价格出售公寓 以清理库存 并为市场复苏做准备 尽管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曾因内地资本涌入而繁荣 但由于中国经济放缓 房价已连续下跌 官方房价指数较2021年峰值 下降了27% 一些开发商的盈利表现不佳 但与内地的房地产公司不同 香港的开发商 仍保持相对良好的财务状况 市场分析认为 香港的住宅市场 预计将很快触底 这得益于政策的调整和利率的降低 金融时报提到 奢侈品牌正面临来自中国灰色市场应用程序 德物的挑战 德物允许用户以远低于品牌专卖店的价格 购买奢侈品 已经成为中国奢侈品灰色市场的核心 随着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提高 奢侈品牌的销售受到冲击 许多品牌的销售额大幅下降 尽管奢侈品牌努力控制分销渠道 但德物的崛起显示了市场的变化 品牌需要重新考虑与这一新兴市场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 奢侈品牌必须找到新的策略来应对灰色市场的挑战 以保护品牌形象和市场份额 Nikkei Asia报道 前总统蔡英文在布拉格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台湾正处于捍卫民主的前线 抵御来自威权国家的攻击 蔡英文指出 威权政权试图通过信息战 威胁和入侵等手段将其治理模式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 台湾在这场斗争中承受着持续的恐吓与压力 他强调 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而中国的军事演习则是对这一局势的直接威胁 尽管捷克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但两国因共同的价值观而逐渐靠近 捷克总统帕维尔在会议上对蔡英文表示欢迎 并提到 希望中国能在乌克兰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经济学人指出 尽管近期中国股市出现上涨 但投资者仍应谨慎对待中国股票 市场情绪往往受价格波动影响 投资者在股市上涨后会寻找理由相信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然而 分析认为 当前中国市场的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善 投资者应保持警惕 避免盲目跟风 市场的回暖可能只是短期现象 长期来看 投资环境仍充满不确定性 南华早报报道 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呼吁上海和香港提升其港口服务 以追赶全球航运中心的竞争力 他指出 上海和香港在处理集装箱运输量方面虽有优势 但在高价值的航运相关服务上 却落后于全球同航 特别是与英国的比较 梁振英强调 香港需改善其航运法律和保险服务 以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同时 上海的阳山深水港 正在通过技术创新 扩展其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处理能力 努力在全球航运行业中 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Nikkei Asia 报道 台湾国防部周一宣布 随着中国在岛屿周边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 台湾发现了创纪录的中国军机 直升机和无人机入侵事件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 截至当地时间下午4点30分 共发现125架次的中国军事入侵 其中90架进入了台湾的应对区域 台湾国防部指出 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存在 也对台湾造成了压力 专家们认为 这标志着中国在军事演习中 对海警的广泛使用 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尽管此次演习规模庞大 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指挥部 宣称演习成功完成 分析人士认为 这表明 中国意在通过常态化的封锁活动 来威胁台湾 台湾国防部也证实 周一的网络攻击数量较10月初增加了一倍 但目前已成功阻止 没有造成损害 Nike Asia的另一篇报道指出 中国在9月份的出口增长 放缓至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连续第6个月实现增长 根据海关办公室的数据 9月份的总海外出口 同比增长2.4% 远低于8月份的8.7%增幅 并未达到经济学家预期的6% 分析师指出 全球需求减弱和贸易壁垒 对中国出口形成挑战 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活动进一步收缩 尽管如此 前9个月的出口仍增长4.3% 达到2.6万亿美元 进口增长2.2%至1.9万亿美元 贸易顺差同比扩大9.4%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 财政部长表示将释放更多财政支持 预计这将推动建筑活动 并提高对工业商品的需求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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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